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百孝篇第十六章 整支孝能感动天 这一篇 这一章就是要谈说 孝它是可以感动上天的 我们人有两件事情可以感动上天 一件就是人的诚心 诚心可以感动天 一件就是人的孝心 没有人的一件事情 感动天的那种频率最高 也层次最高的就是这个孝道 圣人之德 圣人为什么可以给我们称为圣人 就是在他当人的时候 他从他身上所展现出来所做的事情 都可以当为我们的榜样 学习的一种对象 所以一般的圣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在孝道的这个周边 他是不会超越的 尤其圣人的容貌极足 他是庶当的合理 也值得我们平民百姓来学习 我们就来谈谈 苏家摩尼佛 有太多的圣人 我们以后有机会 一一的再来挤腻 在这个时候 我又套作里面 就是一个小的提纲 做短暂的解释 以后有专题的时候 我们就用很长的时间 来讲他们的故事 世界上摩尼佛 他就提了一个 树红的这种试验 众生无边的试验度 就算大家的诸位 你们今天会坐到这个地方 你们都是助攻 你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们会 利用你们多余的时间 会来学习圣贤仙喉的脚步 一般人有剩下来的时间 他为了他的生意 还是为了他的吸种过分 我们也不知道 有人就去喝喝酒 有人就去打打牌 过着一些无聊的生活 就好可怜 大家知道的诸位 你们就不一样了 你们就是学习 仙喉圣贤的脚步 你看 今天大道能谱传到全世界 八十几个国家 就是有这么多的有心人 他们宁愿学习了 上天仙喉的脚步 到世界各国去谱度众生 将这个道 未来要传扬 领扬于神轴整个地方 这些浅贤他们的脚步 都是足得我们 肯定足得我们学习 足得我们下法的 他们也是下法的 以前圣贤仙喉 我们就提一个恐怖主就好了 他为了要推行了 他的思想理念 桌游泪狗 那个桌游泪狗 在当初不是像现在 桌游记那么轻松 就像唐三藏记起经 那这都很辛苦的 恐怖主桌游泪狗 也是很辛苦的 到他的那个地方 有时候要讲 讲给当下的当政者 主政者听 人家不一定能接受的 不一定能接受 所以说 这些前行 他们的脚步 他们的精神 到世界各国去 将我们的中华文化 可以推行到全世界 之后我们学习主要的效法 整个世界围住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 它所能包容的 那个角度真的是太宽了 一个文化 它好不好就从时段 时间就可以来看出一切 为什么中华文化在那么久的时间 它还能存在 有华人的地方 甚至在不同的种族 它都还是可以融入 可是我在看到印尼 印尼的豆芽在他们的印尼人也叫做豆芽 酱油也叫做酱油 就是用外来语 就直接换一下他们的语言 他们也是这么讲 这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 所以有这么多的同修前选 他们为了要众生无边 宿愿度立下了这么大的一个红颜 宁愿将整个大道 普传道成熟 将整个中华文化 因缘流长一直推广下去 所有这些脚步 这都我们学习 那是辛苦的 但是只要人 它的核心教主对了 正确了 那不是辛苦的 套回记台湾话 欢喜作 甘愿受 欢喜作 欢喜作 甘愿受 人在欢喜作 甘愿受的情境之下 那是花喜充满的 那是喜悦的 你看到外边的人看到他流汗 看到他辛苦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因为他的内心充满爱 充满慈悲 他是一个发电机 他要将他产生花的电 来输舍贡献给所有的人 所以在这个主体里面 他是不住人是辛苦的 我们来谈第二段 环瑕无尽 宿宿断 现在人好可怜 他不知道环瑕从哪里来 平均三个人 有个人忧郁症 什么原因 有的人睡不着觉 有的人每天环瑕 东 环瑕西 一个人一生 领多只能活一百岁 但是他的想都想了好几代 你想那么多要干什么 尤其现在整个社会诱厚力太大了 如果你的益助力不够强 客助力不够强的时候 受到环境的影响 有人去吸毒了 去赌博了 太多的烦恼 这些烦恼是从哪里来的 从人的贪嗔痴 贪会不会是我们产生烦恼 会啊 我昨天就贪过 中日茫茫喂了鸡 每天你就是 为什么辛苦就喂了鸡 才得饱熟变之一 有的吃你就想要想一会 一食两班乙红酥 吃穿没有问题的 逢中少了美貌鸡 以后起了这个 这个漂亮的太太 起了娇妻仪美妾 给你起到你又会不会想 还是在想 黄珠闻无娇哨马旗 你就是要开胶车要坐教室 这些全部都有了怎么办 田地不管用不知 给你买了 死假还不够 买得两田千万钱 买了这么多 还不会会想 还是想孙如观族被人欺 每个观族又怕被人欺负 七品五品荣险小 给你选上四眼了 你还是谁 还是想要四品三品荣险低 已经当到立法委员了 你还想什么 想行政院长 一品当草为宰相 还不会再想 他就在想 又想天子当义死 你又想要当总统 当然总统还不要想 还想啊 想怎样 各样万年无暑极 就像秦始皇一样就好像整个天下是我的永远永远是我的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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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一关残盖保分归 没有一个人哈哈哈哈我明天要死了 没有了都是怨愤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烦恼就是住起来的 人来在人世间 每一个人都有属命 每一个人都办一段 每一个人都办一段 包括你 你你你你你你 做任了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属命 几年的时间 在你任内 在你 工作这段期间 你把工作做好就好了 很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去想这么多了 只要你在这对的事情 你照了这个计划去前进 这样就好了 万事万事 超过了这个炼头之后 就变成是一种坛 有个清水 我来举个例子 有个清水锅的工人 他每天清水锅也满快乐的 因为但是他的工作 一天就清了几百公尺的水锅 这样就好了 这是他的 他的植物上的工作就这样好了 结果有一天 一位小朋友从那边经过 就跟他说 叔叔早安 你在清水锅啊 他说是啊 这个小朋友就跟他说 我大姐的金介主就掉在这个地方 当下这个清水锅的人就起了一个贪念 就说小朋友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要提换去给我的爸爸吃 他说你赶快去赶快去 这个赶快去要干什么 他要赶快在这里清那个水锅里面 看有没有一个金介石 结果小朋友就说再见就去了 提个便当要去给他的爸爸吃 当下这个清水锅的工人就很润润在那边 一直挖一直挖 半个钟头应该可以挖一百米了 结果他不是 那个就是 你真的是 没这个